刘培元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第五集 每一集我们讲五个字的正确美语发音 所以英文字我们不要再抱怨 我们念的不准 我们可以念的很准 前提是你要会念 你要知道发音的方法 你不知道 你当然永远念不准 你知道了 再多练习几次 那就会准 所以我们一般现在美语是KK音标 KK音标的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你可能不知道哪些母婴是怎么发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其实也蛮常发生的 就是说你知道怎么发 可是哪些次应该怎么发 你又不知道了 所以有这两个问题存在 当然了你如果是ABC 或者是你在国外住了一段时间 或者说你没有到美国去 可是你经常看外国电视 那就好一点 或经常唱歌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把那个 经常用的单字 我们做个系统式的 把它全部一网打进 当太难的字太少用的 我们就不列入 那意义就不大 所以这个一级将五个单字 像第一个 这个字常用 它正确的发音是according 它重点就是这个 卷舍的 OB 所以 因为它有六组母婴 它就会常常会迷惑人们 好像O我们一般就讲 这个发O的婴就发O 欧洲的O 可是它如果是圆圈的那个O 它就是不卷舍O 可是这个是OB 你看它这个圆圈 这边有一个开口 它就卷舍O 所以两个就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念英文 就是反正就是发O的音 according according 或者发E的音 E 它不知道还有别的发音 或A也不知道 有大卷舍 中卷舍 小卷舍 所以我们的英文发音不准 就从这边问题来 学校的时候就没有教好 然后后来更没有机会去认清 那这是卷舍 但是这个是超级卷舍 为什么 后面加一个R 本来是O 再加一个R 就变O 特别卷舍 就according 你看它有三种念法 第一个是不卷舍 according 第二个是没有R 一般正常的卷舍 according 但是后面加R 就第三种 就是特别卷舍 according 那像这个 很正确的 精准的 accurate accurate 所以它重点是 它是大卷舍的 add 那很多年是accurate accurate 念到不卷舍 或者卷一点点 accurate 所以你要把英文 就美语发音 其实我们应该讲美语了 因为那个英语发音 跟英国人 跟美国人 发音差很大 accurate 美语发音 accurate 好 那这个 it 它是 短音带耳的音 accurate 而不是 accurate accurate 然后这个酸呢 就是东西很酸 酸就是 acid 所以这个 英文字里面 a 发这个 大卷舍的 很多 卷一半的 也很多 那你如果把它全部都 念成不卷舍的a 所以这个英文的问题 发音的问题就很大 acid 这个也是 你看 不是acid 而是acid 所以这个 台湾人呢 中国人呢 就这种音不太会发 大卷舍的ad 跟这个ip 带耳的 这个不太会发 acid 这个也是 关键是在这个 卷舍的o agraje acruise 而不是acruise 那这个你看 都是大卷舍 大卷舍的音太多了 actor actor 那这个r呢 它有三个r r有三个r a有三个r 大卷舍 中于小卷舍 那e呢 只有两个 像这个r有三个 那这个呢 通常是放在字尾 通常是or er 加这个 就是它这个发音 就放在特别后面 当然英文就念得很夸张 actor actor 那种美语 不要像他那么夸张 就是 这稍微 放在后面 后面一点 本来正常是actor 我们翻车 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后面 下面的actor actor 这要慢慢练习 这要慢慢练习 所以你看这五个字的念法 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除了去讲说正确的发音以外 我们身边也了解这个字 它的意思 用英文的方式去了解 而不是用中文的方式去了解 according 它是comply with 和什么一致 comply with 是一致 或者 as stated by or in 就是根据 什么东西所表述的 所陈述的 就一致的意思 根据 这边是一致 这个是 as stated by or in 就是根据 那我们中文 那就根据 当然我们这边 如果写中文 根据 你就知道了 可是你就是老实中文啊 根据根据 可是你就不会用英文啊 那英文当然不一定是这个字典写的 就一定对啊 那别的字典有别的写法 但你至少有一个想法 哦 它是comply with 至少有 你不一定记得住这样的讲法 可是你心里就开始有英文的概念 as stated by or in 那因为我们学英文嘛 就是要表达出来嘛 那你如果说学英文 又老实用中文的方式 那你就干脆学中文算了 就是不中不西 所以我们叫杨金兵 那进入英文的模式 那你慢慢的 就是用英文的思考 所以我们要习惯 慢慢 除了学英文 一开始 有潜入生 先学一些基本的英文以外 然后慢慢的学习着 进入英文的情境 用英文的方式思考 一开始不容易 但是慢慢的来 因为你养成习惯以后 那慢慢就会熟了 它例句 You should do You should do according to what I say 你要根据我所说的来做 You should do 这边停一下 According to 所以我们很多念这个一个句子 我们中间要断一下 不是一口气的那样 You should do according to what I say 这样比较好 那当然它的衍生字 衍生字就是它家族字了 Accordingly 这样这个也是常用 副词 那这个很精确的是形容词 Accurate 那我们看它的英文的意思 Correct 正确的 Exact 很精确的 And without any mistake 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念mistake 而不念mistake 英文当然念mistake 所以这种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道地的话 你念mistake 美国就觉得 呦 而你怎么跟我念的一样 你居然没有念mistake 就像看篮球 我们一般防守讲defend 可是你到美国去看 你就讲defend 当然这个音是不对 可是大家讲习惯 也没办法 那老外美国人就说 你跟我们讲的一样 你对我们美语很熟 它正确的 Correct 正确的 精确的 没有任何错误 就是accurate 形容词 The figures they have used 这我们断一下 那figure又是一字多一了 就是我们可以说身体 也可以说数字 当然还有别的意思 就是数字 他们所用的数字 figures 或者也可以当图表 adjust not accurate 它并不是很精确的 这数字有出入 就是accurate 像acid 就是酸 什么东西酸 盐酸 或者醋 醋酸 很多酸 酸东西 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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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名词 它的意思就是 any various 就是有各种的 usually liquid 又能念成liquid liquid substances 这是物质 酸性的 通常是液体 液体状的物质 液体 所以酸 它通常是醋酸 什么酸都液体 它不是固体 也不是气体 当然气体又酸 固体也可以酸 但通常是液体状的 一种物质 that can react with and sometimes dissolve other materials 因为酸它有腐蚀性 像盐酸 它可以把其他东西 dissolve 可以溶解 dissolve 就是溶解 其他的一些物体 就酸 它不一定是我们喝的酸 工业用的强酸 可以把实体 甚至有的固体 像铁 它都可以融化到相当的程度 any of various usually liquid substances they can react with sometimes dissolve other materials 它可以跟其他东西反映 甚至可以溶解一些其他的物体 所以我们想例句 vinegar 这个比较短 vinegar 就是醋 这个醋就是我们一般可以食用的 当然也有工业的醋 所以我们一般是讲家用的醋 可以食用 it's an acid 就是是一种酸 那你也可以讲 it's a kind of acid 所以重点是 你要发清楚这个acid 酸 这个字也常用 那它另外一种呢 它也是名词 acidity 就是比较抽象的名词 所以很多名词呢 它有一个字 有两个名词 但通常一个字就是 就是 是一个实际上的物体 看得到摸得到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抽象的名词 你看不到它是抽象的意义 acidity 就是一种酸 所以这个前面这个名词 acid 是看得到摸得到喝得到 acid 就是一种概念 抽象的 那像aquase aquase 它是一个介细词 preposition 或者你看 它这个pre就是 字首字嘛 就前面 就是 当然有人翻成先行词了 但我一般是讲介细词 所以介细词 所以很多文法 就是让人很头痛 就是文字上 你一讲介细词就昏了 你不如直接翻成preposition 用英文去翻译它 那你就搞一个中文介细词 你说名词就好解释啊 名嘛 名 在中文听得懂 它是一个名嘛 是一个名字嘛 是名字 动词 动也听得懂 形容词也听得懂 那副词就有点听不懂了 介细词 什么叫介 介我们中文就很少用了 系也很少用 又昏了 本来学英文就很累了 然后他一讲 老师一讲介细词 你要学中文了 而且这个介细词 中文又很不能 又很不好了解 那都是民国初年了 取的名字 所以这个很多文法 就是它的名字没有取好 它是 从一端到另外一端 which with clear limits 但是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有一个区域的 限制的 such as an area of land 就像一个 一块土地 road 或者一条道路 或者一条河 river 我们就是跨过 那我们中文就是讲跨过 从一端到另外一端 那现在例句 they are building 他们在建造 a new bridge 所以这个字也是很特殊 不要念bridge 而是bridge 建造一个新的桥 跨过这个河 他们在这条河上面 建了一条桥 they are building a new bridge across the river 我们在看 这个演员呢 actor actor someone who pretends to be someone else 就是有一个人呢 假装是另外一个人 演员嘛 就演别人嘛 假装是另外一个人嘛 他本身可能内向 就是他演个外向 或者刚好颠倒 好人演坏人 等等叫演员嘛 所以好的演员就是 演什么像什么 他本人是怎么样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冰云火 演Sersley 那个女主角 英国的 他本人很温柔的啦 这个很端庄的啦 这个和善可亲 可是你看他演Sersley 演那么坏的人 就好的演员了 所以有些演员很红啊 可是他不是好演员 比如说他永远只能演好人 当然 他是帅哥美女 都是男主角女主角 女主角男女主角 通常是好人嘛 可是他就不能演反派 其实他是大明星 他很红 没错 他不是好演员 那很多演员 他不是那么大派 可是他是好演员 他一下演好人 一下演坏人 一下演失智 一下演聪明绝顶的 什么都演 那种才是好演员 就假装是另外一个人 We are performing in a film 通常是在一个电影 我们说电影 film 它本来是影片的意思 或play 或者一个戏剧 这叫一字多译 或者是电视呢 或者是电台的广播 就不管 有广播剧啊 有电视剧啊 有电影啊 有戏剧等等 所以他举了四个例子 就是演员 演员不只是演电影 演影集也是演员啊 甚至演相声也是演员啊 舞台剧也是啊 都叫演员 反正一个人演另外一个人 但是你不要说 我在家里我演一个 那就不是演员 他叫公开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定义呢 也不够精确 他比如说 他要加一个 in a public place 要在一个公共场合表演 不然你在家里 你说我假扮一下 那你也是演员 不是 你只是模仿 那你一定要是一个公开的 甚至有一点职业性 或半职业性的这种 My uncle was a famous actor in China 我叔叔 是那个 当然中文比较麻烦 中文也可能 有人说你可能是大伯啊 不一定叔叔 反正英文就没有分那么清楚 就我叔叔 当然说大伯也可以 是在中国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男演员 当然女演员就actress 他的演生字 actress 所以我们再 再把这个例句念一下 这首例句就是 因为他单字的发音 跟带到这个句子里面发音 还是有点差别 但我们熟悉一下 在句子里面 把这个词也念精确 You should do according to what I say Accurate The figures they have used are just not accurate Acid 酸 Vinegar is an acid Across 越过 They are building a new bridge across the river 演员 男演员 主要是 但是一般也不止了 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一个 所有演员的代称 但精确来讲是男演员 所以他如果 细讲的话 他就是 actor 跟actual 分开 可是有的时候 他也一般性的 他没有特别讲 譬如说这里面有20个演员 他就可能有20个actors 他就通常代表 就像gay gay通常是男同性恋 但是呢 美国人 英国人一般习惯 gay也是代表 所有的同性恋 当然有的时候 去细分 女的叫lesbian lesbian 女的 男的是gay 但是 有的时候 他也可以代表 所有的同性恋 就这个意思 My uncle was a famous actor in China 所以我们就熟悉这五个字 所以每一集 我们就熟悉五个常用字 它正确的 美语 美国式的发音 这样 我们就掌握住 然后把音标标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很正确的把它念出来 那再多练几次 那你就会吓到老外 欢迎订阅 分享跟留言 这一集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